新庄建案工地大火燒在高樓上 消防人員派遣雲梯車 努力伸到最長 右邊這一台高人一等 它就是雲梯車火鳳凰 火鳳凰一出現就知道是高樓火警 這台車是全台最高的雲梯車 垂直伸展達到72公尺 相當於24層樓 芬蘭製造台灣只有三台 在台北、新北和高雄 造價要4千萬 房子頂端冒火 16樓以上大樓就被認定是高樓 全台灣有3489棟 這一類火警難滅火 難靠近再加上難逃生 雲梯車到不了 就得靠建築內的消防設備 高樓逃生最重要的 就是連接安全梯的這一處防火門 在進出的時候 都一定要將門給帶上 藉此來防止火焰竄入 而且也能夠增加逃生時間 逃生梯能提供你一條深路 另外11樓以上樓層 要設置自動灑水裝置 大樓內室內消防栓能自救 防火建材為你爭取時間 而10樓以下換降機 能勸保逃生 燈光或是用衣服揮動 來讓外面的消防能源 知道你的位置 然後我們也會儘快的 用引體車的方式 或是說我們進到室內 來做搶救這樣子 但是無人無何就一定不可以跳樓 因為一旦跳樓 那就一定是非死即傷 全台最高樓101 本身就有防火區 每層樓有避難室能供養通訊 延長救援時間 擅有消防設備 才能在高樓火警裡 找到逃生機會 介紹的是王安竹新北市財報報導